大家好,欢迎收看JL的频道 又是我,你们的老朋友JL 这次的影片呢,是关于原神1.3版本的更新 原神将会在2月3号更新啦 那么首先,大家最想看,最喜欢看,最期待的 当然也就是这次的新角色的限定卡池啦 1.3版本更新后,消的限定卡池就会出现了 想必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原石了吧 不多说,我们就先来看看肖的角色PV 消的限定卡池出来了之后,消的传说任务也会更新 关于这次的传说任务,在这次的海灯节期间 等级限制将会变成23,也不需要钥匙 但是在活动之后呢,就会变回32等,并且需要钥匙 那么当然在消的之后,你以为真的就没有胡桃的加倍吗? 对,是真的没有他的加倍 2月7号之后呢,将会加倍我所没有的女人 也是大家的老婆可情 这一波的烧操作,会已经不想再吐槽了 随后呢,就是海灯节的活动啦 我们先来看看有什么奖励吧 每日签到将会赠送10连抽 在活动期间呢,也能够获取四星任意自选角色 以致在途中里的角色你可以选一名啦 还有能够获得各种大量材料和原始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呢,当然还是会被分成三个阶段 又是能够玩一整个版本的分阶段 需要去做居民的委托后完成这个活动的进度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的塔房玩法啦 最多支持两名玩家完成了后 可以获得各类的材料还有高难度挑战 又到了大家喜欢自虐的时候啦 还有新增了摄影大师 获得的相片可以去和NPC托换原始的奖励 也可以和好友互换相片 以确保能够完成自己还有你好友的进度 还有在这活动期间呢 地脉产出将会变成双倍 但一天最多只能有三次的加倍 只有三次 只有三次 接下来呢也新增了新的怪物 古炎龙溪 将会出现在大世界之中 还有玩家们也可以通过派遣那里做任务 每天都会有八个派遣任务 只需要选四个来做就好 奖励就是大家所喜欢的原始啦 但是千变万化的活动都比不上一句优化 来到了最后当然就是大家最想要听到的优化啦 用手机玩原生的朋友们可以使用手柄来玩啦 不过我倒是希望可以调整荧幕上的按键位置 图鉴更新优化可以看看自己打过几次这个怪物也能观看他们的3D模组 个人资料里也能够显示成就和秀出自己所培养的老婆或老公们呢 炼金台里也能够将其他不要的元素转换成你所想要的元素材料 等级31的玩家们可以通过拦截做一个任务获得一个小道具 这个道具呢可以将多余的材料放进去后将会化成其他有用的材料 难道就不能转化圣移物成为我想要的属性吗 在1.3版本的活动里将不会消耗任何的体力 还有免费页卡那里也会格外获得体力5级开始 每级10级就会获得一个体力 其实我是比较想要完全把体力限制移除掉 在1.3版本呢升级武器的时候也能够长按素材直接强化了 不用像当初一样点坏滑鼠了 与电脑版相同 手机版呢也能够预先下载更新包了 好了这一次的原神1.3版本的更新总配就先做到这里 如果我有遗漏了什么重要的部分的话 请在留言下方让我知道咯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是JL 原来夜晚原神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